現在我們要知道的內容叫質量 從這邊即將進入我們的第一個計算密度 質量 第一個有什麼叫質量 質量用我們的國中生能夠理解的說法 就叫做質量就叫做物質的量 箱子裡面有多少顆球 多少顆球就叫做質量 這是我們國中生能夠理解的說法 那麼一個keyword的重點叫做在發生生態變化的時候 固態、液態、氣態在改變的時候 質量是不會變的 事實上在很多的反應中質量都是不會變的 那麼質量的標準就是這玩意兒 就這一支 有一個國一合金的原柱 它就叫做一公斤 它就叫做一公斤 然後開始去複製成不同的樣品 送到不同的國家 就成為那個國家的一公斤的標準 然後定時再做一些校正 這樣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這玩意兒生鏽了 一公斤就變了對不對 它如果毀掉一公斤就沒有了 所以呢 現在我們有人要想辦法把它變成像那個 秒那個樣子 就是說是什麼用一個東西大家實際都能做的方法 不過目前還沒有通過 通過以後再說 目前是它 目前是它 好 那就它想要改變 可是目前 我這邊寫2014 結果其實沒有 它沒有提前開 正常開是2015 可是本來它沒有提前開 所以再說 OK 不管它 就是單位 就是單位 國二通常用的是公斤 國三通常用的是公斤 KG跟G 很少出現逃課 而且我們通常不會給你們做公司 公斤也幾乎都不會出現 就是公克跟公斤 了解一下 KG跟G 然後換算 一公斤是一千公克 就可以了 那如何去測量質量 天秤 天秤有很多種 有上米天秤 等臂天秤 三糧天秤 跟電子天秤 用天秤 那我們在實驗室用的是上米天秤 我們在實驗室用的是上米天秤 我們用天秤去量質量 就是我們那個上米天秤 長這部德性 上米天秤 就是等臂天秤 等臂天秤 這個是三糧天秤 三糧天秤跟別的天秤 有個地方不一樣 那我會提到 那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樣 我會提到他 就要電子天秤 放一寸就好 放一寸就可以了 感覺比較高科技 感覺會寸得比較準 比較容易做啦 比較容易操作啦 那你們做上米天秤 就知道他很難操作 他會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 很難麻煩 這電子天秤 就是介紹一下天秤的情況